在医院工作最好是戴外科手术口罩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接触的时候 可能血液喷上来的时候 外科手术口罩有防那个喷溅 血液喷溅跟体液喷溅的效果 那一般的医用口罩的话 是一般民众应该就够了 因为一般民众的话 也不会去近距离的去接近病人 也不会做一些开刀或其他的处置 所以应该对于飞沫的感染 应该就够了 那至于口罩是不是要戴好 刚刚韩明兄他提到的 是应该要上面有个压条 要把它压好 旁边最好戴紧一点 不是说口罩越厚越好了 而是你的观念要正确 除了口罩有口罩戴好洗手 都很重要还有界面 所以说我是觉得民众这样子的观念 有防疫的意识 我觉得非常好了 只是大家可以讨论当中可以学习 但其实不要说只是关心到 这个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大家不要忘记了 其实在医疗院所 有很多的是非医护人员 有谁呢 有清洁工啊 就刚刚我们在一开始有谈到的清洁工啊 另外还有像什么 还有很多像是厨房啊 都是他们的行政人员啊 其实都在里面 是那其实呢 像你说清洁工 他们要接触到很多都是什么 都是污秽的东西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那你想想看 他们需要的这个口罩 是不是其实也不输给这些专业的医护人员 我再讲说张医师你频频在点头啊 认同嘛对不对 其实我们好像比较会忽略到 他们的口罩的用量需求 以往在SARS的时候 和平院的清洁工也是造成一个医院感染 那这一次在医院里面也是有 有事有清洁工也是被感染 我是觉得说 清洁工工友啦 看护人员啦 而且他要去做一些清洁整理的工作 去接触到被感染的机会很大 我们是希望我们要尊重 要感谢 就是清洁工对整个医疗体系的付出啦 不是只有医院啦 还有清洁工也是高危险的工作啦